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很重要 我们认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你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包括学术不端 自假受假 是吧 还有酒店卫生 其实最近还报道了一些用过期的疫苗 或者疫苗掉包 用便宜的疫苗来充当贵的疫苗 是吧 像这些问题都体现了一个诚信缺失的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了 是吧 这些现象呢 在一些地方履禁不止啊 确实大家是身无痛绝 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呢 是我们一项继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一个工作 你刚才见到了这个体系建设 那么在2014年 国务院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的纲要 它有2014到2020一个规划纲要 近年来啊 我们做了一些了解 近年来各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纲要要求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比如 不断完善了标准体系 形成了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 相当于机构的身份证 他们说这个一代身份证终身就跟着他了 可以很方便的查询其信用记录 也已经建成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了中央部门 省区市和市场机构信息披露 和信息公司的互联互通 还比如开设了信用中国的网站 我不知道记者朋友们是不是去查询过这样的网站 对公众开放 对法院执行难 签税不还等严重失信行为 发挥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在税务工商 法院执行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建立了一系列的激励和惩戒的机制 有一个数字 从2013年10月到去年12月底 共累计限制失信人购买机票 1746万人次 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 547万人次 这套体系的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家注意到前段时间 我们在处理一些霸坐现象的时候 对他层出的时候 也用这套体系 他就坐不了高铁 坐不了飞机了 因为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也是非常关注的 全国政协委员 通过提交提案等方式 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委员们认为 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是一项长期的 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需要全社会 共同的来努力 大家认为 要进一步加强 诚信的教育 健全行业的规范 完善保养 承接的机制 来营造一个全社会 诚实守信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和体系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让守信者一路绿灯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努力 也希望媒体们 一起来做好报道